作為人民的動保護 動保護在台灣真的能夠得到了一種社會性的基礎 其實是從立導委員開始的 所以我們一路走來非常非常地感恩 這些大力支持動保的委員 他們之所以會今天過來接受這個頒證 我相信也是共同的理念中有共鳴 也來現場表達對於民間動保力量的一份的支持跟鼓勵 我們很樂見 我們這個關懷商業協會 在這方面 很用心 提出了國會動物保護貢獻獎 能夠讓我們跟國際接軌 能夠立法 能夠讓我們能夠為動物保護 讓我們這個萬有有群的社會 共堅一份力量 我在這邊最要感謝的是 在座各位動物團體的朋友 祝福大家都能夠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謝謝 要感謝的就是 各位辛苦的工作人員 其實民間團體的倡議的力量 一直是非常激情 我到立法院來之後 跟很多的動保團體接觸之後 發現大家真的做了非常棒的事情 守護我們動物應該有的這些權益 我們在立法院所做的 也都是因為各位在社會上 累積了這樣子的溫度 這樣的力量 所以我們才有足夠的力道 可以在裡面 把過去的法律修得更好 修得更高 修得更一步一步的往更文明的方向前進 其實這些貓給我們很多的安慰跟陪伴 那我認為台灣更多人 應該也可以受惠於我們這些貓寶貝的陪伴 那我們更有責任來照顧這些生命 繼續的為台灣的文明跟人道 共同的來努力 謝謝 謝謝